好,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二章 这个孟子的修养论有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这个厘清它的动机 动机的这个纯正 那这个可以从人的地方来说 我们人 那要离清那个动机 静心来自信自帖 那另外呢,以人存心还有以理存心 这落实下来要选择最恰当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善意你的爱你的理想 那这个地方 这个理的落实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叫意 你要做一种现实的权衡斟酌 也就是所谓的择意 所以孔子呢,就理而言啊,他直接点出他的根源,他的本就是人 孔子呢,重心落在点出人 孟子呢,重在这样一个人心落实下来做实现性的表现的时候 你要每个刹那你的行动都是对于这个人的自我实现而言是有效,是痛的 所以他更把重心落在意上面 但是孔子也常常人意对聚 人是人心的安者,安宅 就是人根本的这个存心所在 所以把人比喻为是一个居所 意呢,把它比喻为是一个路,是一个正路 这是一个安宅,这是一个正路 那这个路是通到哪里 那这个路是通到哪里 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个是通到理想 另外一个呢,通到别人 通到另外一个人的心 那通到理想,这个和天人 就下学而上达 那经性而知性之间呢 这是一个上下的通 所以这叫路 是一个自我生命提升 由现实提升到理想的路 那另外呢,这个路是由我通到人 和人我,不是和天人 而所谓的由人通到天 就如家来讲 一定是通过由我通到人 而通到天 那么直接的通到天 那禅宗 道家也是啊 也是如此啊 这个一笨物就成佛啊 所以静心知性知天 跟明心见性成佛 文法是 文法是可也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说静心 一个说明心 一个说知性 一个说见性 一个说知天 一个说成佛 文法是完全一样的 但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不是 那么样完全赞同 某先生对静心知性 对静心知性之天的诠释 因为他完全只把它诠释为 心灵的本质 就是那个创造性 虽然说创造性已经跟 佛家的不一样 但是呢 只问创造性的本质 一直 某先生称 这个叫做逆绝体症 王阳明的智良知 孟子的求放心 是一种逆绝体症 不要顺着人的经验向外 而是要逆着我们的自然经验 反过来向内 向内去肯认那个本性 好 那禅宗也是逆绝体症 肯认那个本性 你一样的是 不从外面去滚 顺着世俗 习性去滚 而是要截断重流 回到根源 那个方向都是逆反回来的 那体症的什么 体症就是这个心的本身 当然对心的本身理解不一样 这个禅宗或者说庄子 那个真如心 虚心心 就是一个纯粹主体性 就是肯认那个纯粹主体性 但是儒家肯认的是个道德性 那当然不一样 可是毕竟你只是肯认这个心的本质 所以摩天说 那个心 性 天 是一 还不是合一 根本就是一 只是说语言表达的那个奋迹不一样 用了不同的字眼 它的含义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个心就是落到人身上 而发用来说 发用的就是你的本质 就是那个心 什么心 创造性 而每一个人的创造性 就是天的创造性 是同一个创造性 所以摩先生呢 把尽心 置心 置心 置天 把它收缩为 就是对于这个道德性的本质的 反攻而求的 与体验式的肯认 所以我不十分完全赞成这一点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说 梦的尽心 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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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心跟性不一样 心是指的主体性 性是指的道德性 所以静心 不仅仅是肯认心的那种创造性 而且也要你实际去创造出来 创造什么呢 就是通过你的价值 意义 尊严的创造 而由主体性发展出道德性来 所以那个知 所以那个知 不是制造的知 不是肯认的意思 而是实践的意思 而是实践的意思 这个实践包含了 参与 做足 创造 总称为实践 所以静心之 知性 就充分发挥心灵的创造性 去创造出人生存在的意义 价值来 也就是发展出它的大分性来 所以心根性不是义 它要连到那个实践的行为来说的 不是单就心灵的本质来说的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 你的那个心就不能够单纯肯认 新的自己 这个心就可以通到天 心的创造性跟天的创造性 是同一个创造性 不是 而且你要实际去创造 那实际去创造 所谓的道德创造 道德实现 一定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定要通到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单 这个正玄的群世就是向人 就是从人从儿 就是说 从人从儿不是一个人 而是在人与人之间 不是单的 是双的 道家啊 都在讲单 毒啊 那个庄子就说见毒啊 要外天下 外物 外生死 才能够这个最后 能够见毒 所以道家都喜欢说毒 毒 毒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所以呢 是正那个 那个 纯粹的主体性 而 没有关联到人际关系 因为所有人际关系 都有可能构成人的 负担 对于 智我 纯粹主体性的肯定来讲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可是 对于儒教来讲 那是必要 因为所有道德 理想的实现 若实际上就是爱 爱 爱 不是一个人身上 完成 爱 因为是在人我 这个 互动中完成 但这个互动 我们有自觉而主动的 发出爱 好 因此呢 在这边啊 这个 孟子呢 就从这个角度 说明这个所谓的 道德生活 道德实践 由他的一个路程 这个路 那原则上是由人通到天 但是落实下来一定是由其通到人 如果能够通人我了才能够通天 天人 有内圣还要有外王 有内圣还要有外王 这个 内圣外王啊 有他的理论上面的先后顺序 一定是先挤立然后立人 先挤立 先挤立 而能达人 先挤决 而后觉人 但是你一定不能停止于挤立 挤达 挤决 还要进一步去逆人 达人 爵人 爱人 仁者爱人啊 当然 你可以有优先 理论上的先后顺序 那先肯认自我 于是呢 二十二章 孟子就谈到 这里头有实践程度上面的差异 孟子曰 子路人告知已有过 则喜 与闻善言 则败 大顺诱大业 这个永痛诱了 老师明 那个169月最后一段没出来 说了 说了 有啊 有啊 有 一生是换君子 换啊 那是前面的 上节课不都说了吗 你讲那是前面的 中生之一招之换 一招之换也说了 也说了啊 好 这个乐与人同 舍己从人 乐取于人以为善 自耕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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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到顺 在这个道德时间上面呢 就有这个近 由近而远 由小而大的程度的差异 那所谓的小 所谓的近就是 切近于自我 停留在自我 还是你应从自我 开始往外夸出去 而去急悟润悟 去忍 进行人我合一的实践 他先说啊 指路人告之于有过则喜 这已经不错了 可是呢 重心还是放在修己 就不断在 这个调整自我 怎么调整呢 发现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理 有过就改 你看 重心依然在 己立 仍然在 修己 至于立人安人 重心至少还不放在那里 如果我们就孔子的医生 来讲的话呢 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好 那这个都还是重心 放在自我的修炼上 从五十大概是一个分水 五十而是天命 开始呢 看到整体 就是六十而而胜 这是人我欢喜 但并不是说 孔子在五十以前都没有 所谓的人计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大体说明一个道德实践的立场中 逐渐由内 重心由内 过渡到外 当然由内 内跟外不是结然跳过去的 而是逐渐的过渡过去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子录很清楚 它的重心是落在 这个修养自己 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 发现自己的缺陋 发现自己的过渡 严重点 发现自己的病痛 好 那它能够闻过哲洗 已经不错了 很多人一闻过都开始防问 开始辩护 这个我都没有错 都是别人的错 通通推给别人 推给前朝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就点出 道德实践 道德学长章 第一点重要的关键要义 是什么 诚实 相反的就是 无自欺 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要自欺欺人 坦然承认自己的错 所以这个整个的 道德 心性修养的功夫 总说 一个关键 无上心法 就是诚 用两个字表示就是诚实 用四个字表示就是诚意正心 然后就是诚了 所以中庸后面一半都在讲成这个字 所以中庸后面一半都在讲成这个字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中庸说 不成无物 这个物 这个物是一个泛指 就是 很多事情 你懒得给它说清楚 就用误来表示 误就代表一切 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 中国的古文 有时候也有这种 省事的地方 比如说所有的动词啊 你懒得去很精确的点出是什么动作 反正这个叙事句里边需要一个动词 就用一个误 反正什么动作都是误的 什么样的这个试试都是误 省事 好 好 这个 你能够层层实实的 那 你 如果你不诚实 那你的所有的人生 所有的道德时间 都是假的 都不成立 这个无物 如果不诚实 所有的修养 都是假的 整个人生 就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道德生活 是完全不成立的 好 所以说不成无物 这个物就指的道德生活 就指的真实人生 是吧 也就是说 真实的有意义的人生 一定要记得在一个必要的元素上 就是成 就是成 好 所以这边一个很 最直接简单的考验就是 当别人呢 给你提出一些忠言的时候 点出你的过失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 也是 你是反弹 辩护 否认 为自己开拓 还是 你至少先呢 放平了心 先听了再说 听完以后 不管人家说的对不对 都谢谢 都谢谢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也写过一篇 短短的杂技来自我免疫 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批评啊 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不快 有任何的这个生气 好 很简单的认证 第一 如果他说的是对的 那 我 我感激他都来不及 干吗生气呢 第二 如果他说的不对 但是他的动机是良好的 他是爱我 他是为我好 他只是误会了我 他不了解我 所以他说的是不对的 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 那么仅仅基于他的良善的动机 为我着想 就已经够够感激了 至于他误会有什么关系呢 第三 我们再沟通再解释一下 就好了 仅仅基于他的良善动机 我们就应该感激了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第三 如果他不但说的是不对的 动机也是不良善 恶意 那为什么要恶意说这些的攻击 批评我呢 他就要惹我生气 因此 我更不能生气 生气不是中了他的气吗 找了他的道 他就是用一个恶意的动机 说一些不合适之的话 他目的就是惹你生气啊 你果然生气 你不是中气吗 掉进他的陷阱了 所以我更不能生气 所以穷尽所有 他说了对 只要他说了对 就应该感激 第二 就算不对 但是动气良善 我们也应该感激 第三 说了不对 动气又是恶意 我们更不能生气 总而言之 穷举人这三种可能 每一种都不应该生气 结论就是 不管别人批评我们什么 我们都不应该生气 是不是 那这是一个自我免疫警惕 为什么会有这样想 因为你事实上有动过气 然后想想 这个对吗 这个动气有用吗 好 所以有一个自我反省 建立一个正理 来帮助自己 遇到出不及防的当下的时候呢 还可以呢 及时安静下来 不生气 好 可是有时候啊 还是会表现出一个 烦怒的样子 那就是所谓的怒啊 以怒而安天 这个叫易怒 那是 那是为了这个 第一为了教育工具 教人一半 半课 第二呢 我有时候说 有时候我会骂人 骂人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是把他骂性 就是教育意义 第二个是把他骂跑 好 不要再骂我 好 要骂人 好 让他 我就不来听你的课了 好 这个我乐得你不要来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骂人 不过我那个骂人不是真的东西 是在当下的情境中 好 选择 选择 所谓的择意 当然 这个选择是不是 果然意 要看事后的后果 也可以有调整 好 好 那这个并不包含说 你自己说 无论怎么样都不生气 他都生气了 可是那些不是真的生气 因为是你一过 一点都不会留下来 只是在那个情境中的反应就是 好 那你这样说是自我开脱 也许是吧 如果是我回去反省 好 所以呢 只如能够 人告之于有过就已经走在很真诚的道德实践的路上了 不过这是第一阶 第一阶 还没有能够再进阶 好 语呢 这个 比他要进一步 叫做语闻善言则办 善言跟人告之于有过 有什么不一样 过是针对他自己而言的 善言已经指向于一个理想 也就是语已经啊 重心不在于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过失 就是要去愈着查愈要去反省 他已经跨出去了 指向于一个理想 是吧 听到说一些很高原的理想 很好 打开了一个窗 看到了一个世界 拓展了我的心胸 提升了我的境界 提升了我的境界 很谢谢你告诉我 那这边呢 已经有我指向于天 就是理想的展示 所以这边有人通天人喔 你的人不能局限在自我有限的存在 你要能够呢 打通天人之间的这个通道 看到理想 指向理想之言 为之善也 所以 过呢是直接 是 贴近我的人生的 也就是指路的关怀啊 重心依然在我的人生 而语文善然 已经是拓展到一个广大的势域 好 好 大顺又大焉 大顺又比语呢 要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就是 不只是一个原则上的理想的展示 而且呢 还落实到生活中去做 落实到生活中 这不是通天人 而是要 而是要借着通人我去通天 所以每一步呢 都有落实实践的意义 不只是心胸的这个拓展而已 好 他说 善于人同 舍己从人 好 这两句话八个字 这两句话八个字 准确恶要的写出 这个顺的这个道德生活的重心 是更落在实践上 而且这个实践不是个人啊 心性修养的实践 而是道德理想落实去推阔的实践 就由内圣推到外往的实践 好 这个实践呢 通人我 怎么通呢 一定是以我为主动者 主动去通 主动的意思就是说 我负一切责任 所以我们讲义经的时候啊 阴阳的关系啊 在某个怪头遇到什么状况啊 所有负责的都是阳 阴不负责的 因为阳是主动 付出 创造 那你主动你去创造 你就付出爱 你就付一切成败者 那这个所谓的成从哪里说 就是 达至人我一体的和谐 所谓通人我 它是一种人我的一体感 这一体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和谐感 有人我之间没有隔阂 没有冲突 没有距离 那怎么做到 好 落到现实中 每个人有它不同的局限 不同的气质 不同的生活经验 不同的成见 不同的方式 要怎么样能够彼此沟通 我们一般说就要磨合啊 要彼此沟通啊 怎么磨合呢 你也改一点我也改一点啊 那如果有人不肯改呢 那就卡住了 好 这个顺就是说 上不来我去 你不改我改 那有人为什么不肯改呢 就是 他有自我的执着 有些人常说 我就是不个性了 你要怎么办 我就是这样子啊 不肯改 那么尤其是 落到最亲密的 比如爱情关系 夫妻关系中 很多人就是这样啊 就是人的聚尊 或者人的所谓的个性 那不肯改的个性 其实连同于它脆弱的自尊 于是就构成了一个人的 所谓的臭脾气 粪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 臭表示不合理 硬表示它很顽固 不能改 那就卡住了 那怎么办呢 总要有个人让吧 如果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让 那个叫妥协 一定有委屈 那也没用 那只是一个和谐的表面假象 其实性有的委屈呢 多人那边啊 逐渐累积 你寄到临界点的时候呢 就会凌存整覆 发一个大脾气 把前面所有的这个这个 这个委屈东东都 塑发 发泄出来 好 你发泄完了 轮到他忍 忍到零一点 轮到他发泄 那这个都是徒劳无功 那么真正能够让人是主动让 因为他没有成见 因为他无辱而不自得 因为没有自我的执着 因为没有自我的执着 善于去理解体谅别人的存在状态 所以他有更大的弹性 有更宽容的心胸 所以爱人 你说 你说爱的话 要用别人听懂 听得懂的话来说 那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方式 你要懂得每一个人的方式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要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话 让都是他们听懂懂话来跟你们讲 这个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我们要能够 能够善于运用不同的 比如说一个比较大一点来讲 那个各个宗教的语言 通道基督徒会用圣经的语言跟他沟通 碰到佛教徒用佛经的那些语言 去跟他说 碰到一贯道就用一贯道的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开放 去捨起所有人 就是放下我的方式 而用对方的方式来对方沟通 这是更容易沟通 所以过去我有点蛮有趣的体会 就是常常跟基督徒们相处 他都以为我是主命兄弟 跟那个一贯道的人说 他们常常误以为我是道歉 跟佛教徒他们以为我跟他也是同道 那就是我们要懂的 同样一个意思啊 你能不能够很灵活 准确的用不同宗教的语言去翻译 这个意思在基督教是怎么说 在佛教是怎么说 在道家怎么说 在儒家是怎么说 那你就不会有那种了 这个江户的惩戒 听到别人骂孔子不要生气 因为你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也知道他骂了孔子 不适合我这个忠奉的那个孔子 不是我理解的孔子 他误解的孔子 有什么关系呢 他没有生气呢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一个人不管是信什么样的宗教 考验他是 他的道行 是高师低 所以看他信的那个宗教 如果你去骂他的那个教主 你对基督徒批评耶稣 你对伊斯兰教批评阿拉 如果他们不生气 他就比较通达的 如果你一批评 他就要追杀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伊斯兰教的教 教徒们其实不长进 所以在这个基督教 跟伊斯兰教的冲突中 伊斯兰教其实也可以说他们感受比较委屈 其实也可以说他们停止比较久 没有与时拘禁 内在的自信其实不够 那个查理周刊画了个漫画而已 你看他一样 他动孔共 对不对 当然这个基督教也有更提升更宽大的余地 好像说起来我们儒家最宽大 不过事实上面没有几人是真正符合儒家的这种星球 多半还是基本教义派没有多 如果不是基本教义派 根本的不是儒者 所以你骂孔子他根本不痛苦的 那真正是孙子孔子 骂到孔子他就不舒服 其实不管是信什么教 大概真正合格的都不多 所有的基本教义派都是很可怕 不管是哪个教义基本教义派 就是铁板一块 那真正符合儒家之徒的心中应该想顺 顺人也无义人也 有为者亦弱势啊 那我们要学习顺了什么呢 就是善与人同啊 善与河边沟通啊 怎么沟通 放下自己的所有的立场 用对方的立场为立场 用对方懂的语言去跟他说 说乐取诸人以为善 这个以为善的善是什么意思 在这边可以扣紧的就是人果沟通 它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人果的沟通 那种和谐感、一体感 都是通过放下我的立场、我的承见 铁亮、理解对方的立场、对方的语言 用对方的方式跟他沟通 他不是现在做了天子才这样 从他做平面的时候就这样了 在耕田的时候 在捏桃的时候 在打鱼的时候 我一直到他做天子的时候 不是这样做 无非取诸人之 这就是那个顺的境界 顺在道德实现上面的那个阶段 那取诸人有为善 什么意思呢 是与人为善者也 好 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呢 有效的启发 鼓励对方去做有效的道德实现 说得清楚点之后 鼓励别人去拓展他的胸襟 提升他的境界 发挥他的爱心 怎么样能够有效 你要他放弃他自己的立场 他的模式 学习一个很陌生的模式很难 你就用他熟悉的语言 用他习惯的方式 就能够爱人多容易啊 其实孟子也相当的善于这样做 所以他跟齐宣王 齐宣王说 哎呀我不行啦 我又好色又好荣又好惑 孟子说没有关系 一样可以 跟梁慧王说 这个这个 从你那个 看到那个牛要被牵去 这个杀了信中 他在那边发抖啊 你就不忍心换个羊 别人都说 你小气 我都知道 你是有一个不忍忍之心 然后王听以后 真的啊 我只这么做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说不清楚 你这么一说 真的 与我心有气息 孟子就善于顺着别人的方式 稍微点拨一下 就让他有自私变成了爱人 这个是善教 善于引导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君子莫大呼 语言为善 语这个帮助 帮助别人也成为君子 帮助别人也能够爱人 那怎么帮助呢 用他熟悉的语言 用他习惯的模式 去指点他 不要随便批评 不要随便否定 我们就能够呢 很容易的直接呢 碰触到他内战的那个心 所以与人为善 帮助别人成为善人 帮助别人去爱人 其实就是帮助他 那个去找回他的丢交的心 疏通他那个道德心的欲解 那让他的道德心很容易的发动 这就是圆回善 就是有效地达成了 人我的沟通和谐一体 好 好 这个这一章啊 就谈到顺了前面 君子以人存心 以理存心 就是一个道德心 道德心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跟理想 同时是一个落实的实践 落实实践 就是通过人我合一 来实现天人合一 那怎么样呢 能够有效达成人我合一 通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就是于人为善 于人为善的前提 就是自我要毫无承接 生命完全开放 而且呢能够敏锐的这个 通到别人的心中 理解别人不只理解别人的心 更理解他的 他的人格心态 说一说话就是顺着他的毛去摸 帮助他走通他自己的路 不是要他来走我的路 所以我们说啊 一个好的比如说书法老师 不是叫所有学生都临摹老师的字 就是每个学生都写同样的字 这个不对 好的书法老师是体察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每一个学生的才能 让每一个学生学 符合他自己性情的字 让每一个学生写出来的书法都不一样 自然是好的书法老师 对不对 那从记忆到德性 道理是一样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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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